這次數位官拿給我是一盒台灣的高山茶 還有一盒台灣的藍莓酥 不是鳳梨酥是藍莓酥 那我當然受寵若驚也是受驚若寵啦 那我就想說怎麼回報他 那我想最後一天前一天 剛才參觀愛丁堡的皇家的植物園 去參觀植物園 這個皇家植物園很厲害 收集了我們很多台灣跟中國早年的這個物種 他們的手冊有些四五百年的 用手繪的當時的植物都保存得非常好 翻給我們看 然後另外還有他收集了台灣很多的物種 乾燥的用很厚的那種白紙夾起來的 翻到梅花的地方說 這是你們中華民國的國花 你看這些植物學家很厲害 是民國幾年的時候你們是把它列為國花 我心裡想我自己都搞不清楚 我想第一夫人大概也不清楚 反正很厲害他們用功 就讓我們覺得說這個非常溫暖 然後那一天我就利用中午吃飯的時間 在植物園的餐廳吃飯 我就跑到樓下的Gift Shop去買了兩張卡片 準備要寫給夫人謝謝她的 這麼體力這麼費心這麼周到這樣子 我買了兩張為什麼 第一張我怕寫錯 或者是自寫的不好 還可以有第二張寫 第二天當天晚上我們都回到旅館吃完飯 九點多十點多開檢討會 跟警官警衛檢討今天行程有什麼不合適的地方 有什麼要改善 第二天行程要怎麼走 有什麼改變 夫人要穿什麼衣服 有什麼要注意事項 再走一遍 然後開始我們就收尾今天工作 寫電報寫電報寫電報寫新聞稿寫新聞稿 弄照片弄照片 弄完之後呢 又把東西塞到夫人門下一樣 那我把那個卡片 我也是抽空把卡片寫好 我就給那個警官想說 警官那個夫人這麼善意這麼周到 我很感動 我說無語為報 我想說寫個卡片謝謝她 方便你得便的時候幫我交給夫人 不急著現在你回台灣再交給她也可以 結果沒想到第二天一大早 夫人要去機場的時候 我們去機場 貴賓室坐了一下 然後夫人走之前就跟我們握別 然後我就站在沈大使旁邊 她走的時候就給我抱了一下 然後就在我耳邊講了一下說 你的卡片我收到了謝謝 因為她不想讓別人很尷尬 所以就在我的耳邊講說 你的卡片我收到了非常謝謝你 所以我就覺得她是一個很溫暖的 跟我原先第一印象的感覺是不一樣 後來我跟很多住外的同事 曾經接待過第一夫人 我會想要把包子打擾 我會想要把包子打擾 你這樣就要幫我跟我們走 我會想要把它打擾 我會想要把包子打擾 谢谢观看